你嘴巴張大一點 我看一下 透過視訊幫居家照護者看診 因為俄科醫師的一句話 意外發現孩子不尋常的狀況 男童因為發燒腹瀉 導致吃不下 長時間沒有進食 出現輕微脫水 看診時因為精神還不錯 因此醫師叮嚀 如果出現疲倦持續吃不下 要特別注意 幾個小時過去 媽媽傳來男童謊神的影片 醫師評估過後必須住院治療 透過綠色通道 請救護車將男童送往醫院 好像就是眼睛一直在看螢幕 就是他也都不回答 他以前就算發燒 人會很不舒服 他沒有像凍子 可能是晃神到我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怕怕 臨床比較嚴重的虛弱症狀 並且合併脫水 給予靜脈注射的點滴 那在經過一個晚上的一個休養之後 小朋友第二天的整個反應 精神活力就明顯地恢復 脫水會造成電解質不平衡 嚴重時可能會腦水腫 意識喪失 醫師提醒超過12個小時沒有進食排尿 體重短時間內減少10%以上 臉色蒼白等都可能是警訊 大家新聞黃新言郭家旭特別報導 我幾乎在公平上 這次我們發展的